皇上万福金安 快起来吧 谢皇上 你刚搬回来 正来看看你 臣妾正想告诉皇上 岁玉轩修缮得这样好 臣妾都觉得太过华美了 你就要静风为妃了 自然该修整得稍稍好些 才趁得起你的身份 日常寒暄几句后 马上就要进入正题了 正皇根本没意识到 皇上对自己的试探 本能地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 你说这诗并不好 外头也很难买到 谁会特意寻来珍藏呢 大约是真心喜欢 或者是知己好友的诗 才会寻来珍藏吧 正皇很自然地陷入了 皇上留好的陷阱 你自己的女儿都这么说了 你自然没法辩驳了 皇上也借此佐证 没错 只有好友才会收藏 真远道就是与前面诗交好 其实正皇会这么说也不怪他 他也不知道前朝发生的事 当然会顺理成章地这么想 我想想怎么说会更好呢 就说收藏的人没品位 誓词造诣不高 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个书迷 什么都喜欢 皇上怎么想起问臣妾这个 朕随便一问 朕觉得这些事 趋尽惨昧 宋扬奸恶 这些事的人 也该革职 逐回原集 皇上都类似于开舊考试了 皇上你看呀 我昨天刚跟你说过 不要有妇人之人 不要同情政敌 要和我统一思想 那么今天我说 我对这诗集不满意 现在轮到你说自己的观点了